好 隨時來關心本週的體談動態 今天我們邀請到接生主播雅里哥來參與討論 雅里哥好 小雅好 大家好 好 那在畫面的一開始 首先來談到就是我們的國防部長 也就是張玉成了 現在又被點名說 可能會成為不同的一個處理方式 也就被交易了 那來看到他最近連市場先發 10個打數都沒有安打 還在找尋修改 但是打擊率已經下降到兩成以下了 那目前來說 當然了這個經典賽的A組MVP 跟其他組比起來是稍微遜色了一些 接下來未來的路恐怕不是那麼好走 其實想到了在明天賽結束之後 8月1號就是美國職棒的一個交易截止日 當然最近不管是張玉成也好 或者大谷強平也好 各種各樣的一個交易傳聞 是風風雨雨 不過我個人是認為張玉成 在紅話隊被交易的可能性不大 儘管他目前先發游擊手的一個位置 剛才小楠也提到了 他的打擊並不出色 但是他靠著他的一個手背 目前是站穩了整個紅話隊游擊位置 但是問題出在這邊 到了下半季 Trevor Story 所以這位當年從洛基隊 遷來的這位主力游擊手 在動過了整個Tommy John手術之後 現在也要回歸到整個大聯盟了 沒錯 那張玉成我覺得他的優勢是 他內野的四個位置都可以守 那就算Trevor Story回到游擊的位置 那張玉成我覺得仍然是紅話隊在內野的一個活旗 而且我個人覺得重點是張玉成他今年的薪水並不高 他的要價不貴 沒錯 可是他會是紅話隊一個很好用的一個活旗啊 尤其是紅話隊目前在整個美聯東區還是具有競爭力的一個情況之下 整個下半季剩下來這80場左右的例行賽 紅話隊還是有機會來爭取外卡來參加今年的美國大聯盟的季後賽 沒錯那可以看到我們剛才在私底下聊到這個美聯東區 好恐怖啊 店裡的楊姬無失勝47敗在別的分區是龍頭 這個東區好像真的蠻恐怖的一個分組 真的 這個最近的楊姬隊雖然11場比賽吞下了9敗 而且他們在才剛剛在天使隊的客廠遭到天使隊橫掃 那楊姬隊現在是跌到了美聯東區最後一名 但是楊姬隊現在的戰績的話 如果把楊姬隊擺在美聯中區的話 他們可是第一名的球隊哦 那就可以看到今年的美聯東區有多麼的激烈 而且你看光芒隊今年開季那麼棒的一個戰績 沒錯 但是光芒隊最近他們苦吞五連敗 反而是讓巴爾蒂摩精英隊現在是上到了分區第一名 而且巴爾蒂摩精英隊在這兩天也做出了一筆重要的一個交易 他們送出了他們一個農場的一個潛力新秀 換來了日本投手騰浪靖泰郎 騰浪靖泰郎 如果他還有看前幾天的報導的話 在整個運動家跟紅襪隊比賽還在牛棚練投 竟然可以把這個場外球投到場裡面 然後導致比賽中斷 不過這樣的一個控球不穩 但是這個投球時速可以超過100英里 也就超過160公里以上的這樣的一個火球男 來到精英隊之後 其實這兩天的一個 這個網路上的一個討論說 騰浪靖泰郎才第一年來到美國職棒 現在轉隊到了精英隊 會不會比在天使隊黨六年的大股翔平 還要來更早打季後賽呢 那另外講到張玉成 我們看到這張圖卡也有提到 張玉成 這個今年放棄了他原本使用了這個戰斧的一個球棒 我們知道張玉成其實在去年 其實帶動了整個戰斧球棒的一個風潮 我們看到去年在國內的一個職棒 包括了大師兄林智勝 其實有採用戰斧球棒 打出了剩下的一個三百轟 那吉利吉撈 去年賽季的整個中華職棒的全力打王 他也是用戰斧球棒 戰斧球棒的特點在哪裡 他的整個握把 其實是一個呈現一個斧頭狀的一個握把 他的握把是有點傾斜的這樣的一個握把 那對於這個打擊者來說 他們採用這種新式的這種戰斧型的這樣的一個球棒 好像比傳統的球棒比較不容易磨出水泡 但是張玉成最近為什麼放棄在戰斧球棒 因為他說他左手鬥完這個勾撞骨頭手術之後 採用這種雖然是已經從2019年就開始用的戰斧球棒 但是還是會感覺到手痠痛 所以他現在先暫時改回到傳統型的球棒 而且他有特別提到他現在揮棒 他是先放左手 因為他左手還是會有比較使不出力痠痛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張玉成在回到大聯盟之後 最近這幾場比賽安打比較打不出來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不過回過頭來講 還是剛剛講的就是張玉成還是有機會 靠著他的一個手臂 靠著他那些工具人的一個位置 那繼續留在大聯盟 沒錯 不好意思他其實紅瓦還包含像劉志榮這些小將 也都希望說未來能夠在紅瓦隊 能慢慢的打成他們的身手來看 那大家看到就是我們每天都要講的就是大股鄉民 你看亞里哥也有說了 截止之前大家都在講大股會去哪裡 不過現在他們總經理是對外說 不可能交易到同城的倒極 不可能的事情 那現在來說的話 到底會不會竹籃打水一場空 因為今年不交易的話 明年如果不續約的話天使就一場空 不過現在看起來天使49勝48敗 雖然說很少的陽機 但是戰機還是差 到底能不能把大股做最有交易的一個價值 或是留下來 也考驗了天使沒有的處理方式 現在距離整個交易截止8月1號 那已經剩下不到兩個禮拜 大概就剩10天左右的時間了 那這兩天的這個討論是講到很有可能 因為天使隊在最近才開放了各隊 對大股的這樣的一個報價 那關於大股的交易很有可能 很多專家就預測是會在最後48小時 甚至最後24小時才會有明確的一個結論 因為現在所有天使球團 雖然是已經開放來聽各個球隊的一個報價了 但是其實我個人認為大股翔平在交易的一個最佳時機 其實應該是去年的季中 沒錯 這樣得到他的一個球隊啊 那至少有一年半的這樣的一個使用期限 你這個時候選擇要出清你的一個農場的新秀 或者潛力新秀來交換大股翔平的話 你只能用他三個月的一個時間 那當然外界也有點名了 包括了游擊兵 包括了水手 包括了陽姬 包括了翔尾蛇 其實包括了稻奇 都是有可能來交易大股翔平的這樣的一個對象 但是你想想看 以大股翔平現在這樣二刀流的一個價值 你要交換他的球隊 一定是要出五換一 沒錯 甚至四換一 而且五換一四換一裡面 你至少這裡面要有一個到兩個百大新秀 百大新秀在裡面 我覺得天使才會點頭 所以我個人認為啊 其實大股翔平真正在今年的8月1號 等於交易截止之前的一個被交易的可能性 我個人認為並不高啦 那天使這邊也有可能就是看球季結束之後 看看有沒有機會尋求交易掉 Randon這種常常受傷 但是高薪的球員 然後把大股翔平留 跟McTrout這兩個主力球星留下來 因為說實在的 真的如果把大股翔平交易出去的話 那就像一百年前 波士頓紅話隊把貝比魯斯交易到紐約陽姬隊那樣 從此陷入了長久的一個詛咒啊 我覺得天使隊應該是不會冒這樣的一個風險 我個人認為天使隊在球季末結束之後 要留下大股翔平的機會 還是一半一半 因為大股翔平其實他當年從日本職棒到大聯盟 他也是經過審慎的一個考慮 那才加入到天使 那當然 那剛才小蘭也講了 那天使如果真的要交易把他賣掉的話 不會賣給倒棋隊 那你說同一個分區的西雅圖水手隊會不會呢 有可能 西雅圖水手隊其實是蠻需要像大股這樣的一個二刀流的 尤其他們去年才終結了超過20年的這樣的一個季後賽荒 進軍到季後賽 那水手隊今年雖然目前排名還在天使隊之後了 不過我覺得學水隊也是一個潛在的一個買家 沒錯就像亞歷科所說的 那交易價值只剩下這麼半年的時間 上一個就是Mookie Base 但是後來是跟倒棋隊成功續約 所以你說到底要不要去刷大股 我覺得大家可能還在觀望當中 短期打工過去這幾年例子都很多 Max Scherzer你看從國民到倒棋 也是短期打工 但是結果好像都不是那麼的好 對不對 你看這幾年總冠軍戰 尤其是季後賽這樣 你真的想要藉由大股翔平的二刀流 來在季後賽一搏嗎 以現在季後賽這樣的一個新的賽制 三個分區冠軍加三個外卡球隊 那第一輪就打三戰兩勝制 然後晉級的那兩隊 再來跟兩個分區冠軍球隊 再來做這樣的一個後續的一個系列賽 我覺得在改制過後的整個季後賽 比賽場次更多了 那當然如果有大股翔平加盟的話 健康的大股翔平是每一隊都想要的 但是你想想看只能用三個月 但是你要把你的農場清空 我們拿最近這個例子 去年的教士隊為了交易來Wong Soto 但是清空了幾乎農場裡面所有的潛力新秀 但是今年的教士隊有了Wong Soto之後 反而感覺在整個國聯西區沒有什麼競爭力 今年最讓人失望的就是 Candy Harker教士隊跟紐約大都會 這兩支球隊了 因為可以看到這兩支球隊 其實就是我們講的重心雲集 而且砸了不少的錢 宇宙教士跟宇宙大都會 不過現在看起來 有棒球遊戲還真的不是像 你丟錢就有辦法 但是丟錢就是可以拿到好的球員 像這個標題同誠超能力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些 目前整個像剛才講 大都會跟紐約楊基 這兩支都是所謂的豪門球隊 剛才雅力哥提到 其實現在來到生涯尾聲了 會不會再去記千而往大 再去拿一個三本游聲 大都會現在下一步棋 大家都在看 那楊基雖然說現在墊底 但還是有機會 但是George現在傷勢未明 未來會不會再交易 也是大家很關注的一個焦點 的確講到紐約這兩支大市場的球隊 楊基隊過去由於王建民的關係 在台灣有非常大的一個球迷 當然紐約大都會 也是大市場的一個球隊 尤其今年他們的一個團隊薪資 大聯盟三十支球隊第一名 老闆砸了大錢 但是現在在整個國聯東區 No good 第四名完全沒有競爭力可言 有人就講到今年他們找來 40歲的Justin Verlander 30歲的Max Scherzer 還有30歲的千賀謊大 但是整個今年大都會的一個先發輪值 卻沒有辦法繳出讓他們出錢 老闆滿意的一個成績 到目前為止 戰盡你輸給亞特蘭達勇士就算了 連馬鈴瑜這種小市場球隊 你還輸給他們 然後也被費城人排在你前面 這適可忍孰不可忍 沒錯都花錢了 也就講到說 會不會有可能在8月1號的交易截止之前 大都會會嘗試當個賣家 就是以負擔 譬如說是像是Max Scherzer 或者Verlander這樣的一個部分薪資 把這樣的一個極佔力給交易給 想要打季後賽的一個球隊 再來以減低團隊薪資這樣的一個方式 明年來拼三本優生 我覺得這是也蠻有可能的 那另外講到了同城球隊楊姬隊 今天楊姬隊的Derry Jeter 這位退休的隊長提出建議了 他說楊姬隊要想辦法提振士氣 挽救球隊戰績的一個方法 想辦法去跟聖地牙哥教士隊去交易 王Soto 又是Soto 這倒是一個蠻讓人覺得是蠻有創意的一個提議 去年王Soto還穿著國民隊的球衣 但是被交易到教士隊 教士隊今年球季結束之後 王Soto也要變成自由球員了 那教士隊如果沒有打算要跟王Soto 來簽下很大的一個複數年合約的話 那也是跟大鼓祥品一樣 趁著最後這三個月這樣的一個使用集 把它賣給楊姬隊 搞不好楊姬隊總經理Brand Cashman 是可以讓王Soto來頂替上法官不在這一段時間的一個位置 那當然我們知道楊姬隊最近在期間其實傷兵也不少 他們老將三雷手Donalson 哇 最近又受傷了 最近這一連串的一個敗仗 當然楊姬隊目前在整個美聯外卡 其實楊姬天使水手要爭奪外卡 現在都有機會 所以說到8月1號之前 這短短10天當中 到底要選擇當賣家還是選擇按兵不動來拼季後賽 天使 楊姬 大都會 其實這幾隊這10天當中可以讓我們 值得我們來好好觀察 沒錯 就看誰要當賣家誰要當買家 誰來衝擊季後賽誰又要來重建 就看交易節幾日了就會來看見分享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先來看到一段新聞畫面 也就是今天底台的熱火隊球員 Duncan Robinson 阿瑟哥來到台灣了 透過畫面我們一起來看 親切跟粉絲互動 合照簽名來者不拒 NBA當紅 三分球射手 Duncan Robinson 阿瑟哥 高人氣旦完全沒架子 原本因為VIP身分 粉絲接機撲空 他還返回機場 停留大約20分鐘 滿足粉絲需求 嗨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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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力向超人的他 班機凌晨5點多底台 到飯店後幾乎沒休息 8點多就現身餐廳吃早餐 還接受媒體訪問 你好 我知道你好 我知道ChiChi 謝謝 那現在是我的兩位 但我們在工作 秀兩句中文還不標準 接下來幾天他練習機會很多 Duncan連續三天都有公開行程 甚至親自下廚煮麵 訪台時間長到六天 有沒有私人行程 Duncan說了個必去景點 I want to check out the night market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e night market so I definitely want to do that Duncan所屬的 Miami熱火在東區季候賽排名第八 卻一路過關斬將挺進總冠軍 上演老八傳奇 阿舍哥說確實是個精彩的一年 不過也傳出熱火打算用 Taylor Harrell和阿舍哥集選秀權 交換後患者明星後會 Damian Lillard 談到下個賽季 Duncan也分享自己的目標 The goal is just to continue to keep building I mean now in my time with the heat we've been to two NBA finals so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get over that hump and win a championship TVB 宣龍 張張允熙 台表道 好 我們可以看到Duncan Robinson 我們在台灣外號阿舍哥 我只能說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成功行銷手法 阿舍哥來到台灣 我相信這個名字 可能會在各大電視媒體 出現了一陣子 在7月21號的清晨 在台灣清晨 其實根據很多球迷 今天是不睡覺跑去機場去接機 而Duncan Robinson 他雖然不算是一線球星 但是他也蠻親民的 就是當然這次是應廠商的一個要求 來到台灣 配合一些相關的行銷活動 我今年看到對岸中國 好多大咖明星去中國 但是就不來台灣 最近Jimmy Butler還在中國 對不對 不過現在隊友Duncan Robinson來到台灣 至少可以讓我們匹匹一下 那講到這個阿舍乾麵 其實哇這個淵源真的不錯 沒有想到我們的台灣的泡麵 也可以征服美國人的味蕾 沒錯 Duncan Robinson 這位來自於籃球名校 密西根大學的這名射手 其實他在NBA有個紀錄 他是NBA最快達成500顆三分球 Field Goal的一個射手 真的想不到吧 大家想說最快投進500顆是Range Miller 還是Ray Allen 或者是Steven Curry 都不是 都不是 是阿舍 是阿舍 Duncan Robinson 他只花了152場比賽 NBA的比賽 就投進了500顆三分球 所以他是真的有料的 那他進入到 你看這NBA 2018年選秀進來 到目前在短短的5年的時間 但是他已經打了兩次的總冠軍戰了 再說到他剛才我剛講的那個紀錄 152場比賽投進500顆三分球 他打破的紀錄是誰的 是Doncic Doncic當初是花了187場 投進500顆三分球 他一口氣把這個紀錄 多推進了35場 沒錯 第三名是Damian Lillard 小李飛刀的199場 所以我覺得這幾天Duncan Robinson 雖然他不算是一線球型 不過他能夠來到台灣 而且願意跟我們球迷 做這種近距離的接觸 聽說這幾天他會在我們信義計畫區來出沒 然後也有可能會在這個 新生橋下 對新生橋下 說不定也會在內湖瑞光路的 這個某電視台的一個總部出沒 那大家球迷可以好好的把握機會 來看一看這位NBA的球星 沒錯 畢竟是一個不錯的 我們講是3D射手這樣一個角色 我覺得還蠻難知的球迷來追看一看的 最重要的是乾麵真的是行銷的蠻好的 好那再來關心到剛才想要的大陵謀的自由市場 那現在就要關心到 現在在NBA同樣也是很多季外的消息 那當然勇士隊還是目光主角啦 就是Green就出現了 那當然就是說未來過去的揮拳事件的確影響到勇士 那包含像Chris Paul加盟 他還說我跟Chris Paul其實沒什麼好感之類的 還是很會放話 包含像未來整個NBA的整個動態啊 包含勇士隊好像還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其實最近這段時間NBA是在打夏季聯賽 可是好像大家都把整個焦點關注在整個場外的一些口水 很少人應該很少人知道 今年夏季聯賽的爭冠的一個組合 是火箭隊騎士吧 沒有人知道 大家反而都在關注 Jaymond Green續約之後 他說他討厭Chris Paul 可是現在變成要新隊友了 然後勇士的老闆說 當初我知道這個Jaymond Green跟這個Jodan Pooh打架 但是為了整個球隊的和諧 我只能二選一啊 因為講到當初的一個奪冠組合 K Tom、Steven Curry、Jaymond綠 這三個人嘛 如果還想趁著34歲、35歲的Steven Curry 剩下這幾年的一個時間 再想拚一個冠軍的話 那勇士隊最後選擇的是Jaymond Green 而不是選擇Jodan Pooh 不過在去年祭出的那個 出手打人的一個事件 今天這兩天的一個新聞 覺得蠻有意思的就是 Jaymond Pooh的爸爸竟然在社群媒體上面 發說Jaymond Green到現在還沒有來跟我跟我兒子道歉 你道歉 對 我覺得這事情已經過了這麼久 你兒子都轉對了 你現在才在講放這個馬後炮 實在是有點是 蹭板面的一個協議 就是蹭 不過 講到了Steven Curry 大家有人說他是斜槓 斜道真的是太猛了吧 居然打高爾夫球 也可以拿第一名 最近在內華達州的這個名人慈善邀請賽 都是一些NBA的球員 像是Charles Barkley 或者是Michael Jordan 或者是一些美式足球的明星 或者棒球明星 就是各界的棒球明星來參加這樣的一個高爾夫球賽 當然競技的水準也是蠻高的 但是看到Steven Curry 竟然能夠在這比賽當中 打出whole in one 一竿進洞 哇這真的是 比三分球還準 跟他的三分球一樣準 而且真的是太強了 還有那種 超過20尺以上的這種Birdie推桿 完全就是 好像我們看PGA 或者是歐巡賽那種 職業球手的一個表現 沒錯 有人說他是被籃球耽誤的高爾夫球員 沒錯 最近那個大聯盟 那個Lavin也去擔任打擊 跟那個外野手 感覺這些棒球員 這些籃球員的細胞都不錯 打高球打棒球 好像都有蠻有一套的 對 然後這邊的場外消息 看到圖卡講到說 欸 Chris Paul 加入到勇士之後 雖然J1G討厭他 沒錯 那 賽季新賽季也不知道是先發 要出發還是替補出發 不過他可以幫助 John Nelson Kuminga 這位球員來成長 Kuminga其實 那個之前也說他想走想走 因為說打不到球嘛 不過現在老大哥來了 看看在CP3的帶領之下 有沒有機會打到球 那另外一個老大哥去年來到臺灣 打T1的這個魔獸 Dwight Howard 最近有國外的媒體 不過是菲律賓的媒體了 這可信度 我們可能要打 要打一個星號 說會回到勇士隊 那我就覺得蠻奇怪了 已經38歲的Dwight Howard 他的油箱裡面還剩多少油呢 他去年來臺灣是過得蠻happy的啦 想打就打 不想打就不打 但是真正要回到NBA 這可是這個真刀真槍 大家是要明著來 明著幹的這樣的一個環境 競爭界的環境 他能不能繼續在競爭激烈的NBA當中 繼續生存下去 打一個球技也好 誒 說不定也是一個新賽季的看點 沒錯 其實在Hawr的動向 我們在臺灣人群都很關心 但是會不會回NBA呢 我們也是給他 因為他的背號這兩天 已經好像被林信寬拿走了 對不對 對對對 這剛剛結束的這個T1選秀 對不對 雲豹隊公布 毫不掩飾 已經把這個Hawr的背號拿走 所以Hawr回來 你就選背號 要選新背號 他們可能會說 到時候林信寬會讓你前輩啦 不過到時候再看看 有錢再說 好 那當然就是來看到 現在就是大家關心的就是 還有其他人就是 誒 妹妹說囉 現在Anson Lee Davis會留在胡人 其實也不意外 因為畢竟拿過一次冠軍 然後洛杉磯市場又大 那當然小李飛刀 我們一直在講 上次就在講 上上次也在講 拖廣者 留不留 要不要送他去熱火成全他 能不能有最大的交易價值 現在熱火隊 還有拖廣者隊 兩方還在角力 我們先講小李飛刀好了 Damian Lillard 我覺得 他跟大股相秘 其實有一點點像 那拖廣者 其實就跟天使隊一樣 不急著交易小李飛刀 他一定要等到一個 最好的over出來 才要搜他出去 對 這跟最近 這個 七六人隊的總管 Morri 講的一樣 他也要等到一個 他認為滿意的over出來 他才會把 James Harden 大鬥子可以交易出去 所以我覺得 美國的職業運動 不管棒球也好 籃球也好 載商延商嘛 當然都是選擇 對自己最有利 我聽取各隊的一個報價 我覺得這個報價不錯了 我再搞 再來談一談 或者說這個報價達成我期望度的70% 那我再來bargain 討價還價一般 看能不能從對方的手裡 再壓榨出一些東西出來 這個我覺得商業談判 就是這個樣子 那 雖然小李飛刀 Demiel他說過 他是飛熱虎不去 但是 他要穿上熱火隊球衣 拖荒者一定會要 熱火隊付出相當的一個代價 一個滿大的代價 對不對 對 那 再來講到 胡人隊這一邊了 那30歲的Anthony Davis 其實跟胡人隊 還有兩年的合約 那 新賽 引力新賽季的合約 是4000萬 那 下一年 再下個賽季4300萬 不過他的合約當中 著名了 就是明年球季 就是今年年底 這個球季結束之後 他可以跳出合約 沒錯 也就是說他雖然有兩年的合約 不過他可以選擇跳出合約 那根據NBA的勞資談判協議的話 胡人在今年是可以跟 這個AD Anthony Davis 來談續約了 那就要看胡人給出了誠意多少了 對不對 因為30歲的Anthony Davis 在今年的整個例行賽 擺脫了過去這種 院長的這樣的一個 痛痛人的 對 痛痛人的 今年真的打得不錯 那例行賽可以每場比賽 拿下將近26分 那到了季後賽 每場也可以拿將近20分 重點是今年他在整個鞏固籃板 還有送出的火鍋主攻方面 讓人真的蠻印象深刻的 今年真的蠻拼的 那30歲的AD加上39歲的LeBron James 老皇帝 明年不用想應該還會是胡人隊的一個主力 那胡人隊今年留下了八存擂 來要繼續做一些補強之後 不要忘記他們也從熱火隊是盤來了 這個他們的另外一個射手對不對 那Vincent 對 那 所以明年的胡人隊 新賽季的胡人隊 我覺得是還蠻大有可為的 那最近的這個講法就是說 應該在整個八月份 胡人隊開訓之前 應該就會over給 Ethony Davis一個頂級的合約 要知道現在4000萬 已經不是NBA的頂級薪水了 五六千才差不多 要6000萬 真的好貴喔 如果6000萬的話 大家最近聽到的消息是 三年一億7000萬美金 其實這三年也不過比他現有的兩年 再多一年 對 可是這個保障跟平均薪資 其實Ethony Davis 應該我覺得他會繼續留在舒適圈啦 沒錯 因為畢竟南部也是冠軍嘛 然後胡人隊不是給不起錢 基本上給個五六千萬 我覺得這個意思 傻屁俗一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好 那來看到 剛才那個亞歷克講到的就是 七六人隊 也是屬於透光澤型 我先聽 我再跟你討價還價 標準的七六人作風 但是現在一個Mtech隊友是MB 是一個大嘴巴MB 那他又很喜歡放話 他喜歡嗆嗆 也跟Green是很像的 我只能說 NBA只要有Green跟MB 這兩個活寶 就永遠都不缺話題 當然 只有MB 那當年Ben Simmons 不出賽嘛 交易 就把他就丟到籃網去 交易來Hard 但是這兩年那個磨合 不是很好 怎麼感覺距離東區 不要講總冠軍了 距離東區的決賽 東冠還是差了 還是差了那麼幾步 今年MB就講了一段很玄的話 他只要能夠拿下冠軍 在哪都可以 其實在哪都可以 人家七六人球團 是把你當作艦隊的核心 看板球星 你講這個話 你讓球隊的老闆 情何以堪 長去廢城人奪冠是不是 七六人也給你是頂級的一個薪水啊 但是你看九個賽季 MB 就算今年拿下MVP了 但是到目前為止 他連東區總冠軍戰長什麼樣子 都還不知道 人家Harden至少也打過這個分區的總冠軍戰吧 那Harden 那今年球季結束之後 最近他已經 我覺得他真的好會講Tray Me 幫我賣掉 不管當年在雷霆也好 在火箭也好 在籃網也好 他真的很會講Tray Me 那現在好像跟MB 又是覺得不愉快 34歲了 他距離整個生涯已經要到晚期了 那當然他 我覺得每一個球員目標 就是希望能夠拿下一個NBA的總冠軍 那James Harden 也很赤裸裸的講 他想去的就是快艇隊 跟昔日的雷霆三少之一的Russell Westbrook 重新聯手 而且快艇隊現在 很有競爭力啊 雙心是可以的 雙心是很有競爭力的 那他能不能如願去到快艇隊 我覺得在七六人這邊 同樣的也是要等待一個最佳的報告 他當然希望就是說 你要來換我這個極戰力34歲 James Harden 你至少要給我一個 對 你至少要給我首輪的選秀權吧 或者是一些 至少是先發等級的一個戰力 也是二換一或者三換一 這樣的一個交換 那費城七六人隊 當然最重要的在商延商 還是希望能夠以千筆哥92MB的 這樣的一個 周圍來建構他們所謂的一個 奪冠陣容 所以這是毫無疑問的 那不過MB就看看 他能不能繼續撐下去了 沒錯就看七六人隊能夠忍受這樣的局面 到什麼地步 老闆的耐心就考驗著你了 好那再來關鍵道 就是在過去 剛打完的溫網的賽選 那網談新世代怎麼說呢 因為過去溫網來說 哇 喬帥的天下 其實表現仍舊是蠻不錯 但是現在是 阿卡羅斯 拿下了這一次的男單冠軍 而且現在可以看到 看到三巨頭接班人 為什麼 因為過去這幾個人 應該南瓜了不少大版冠 所以說那些後生晚輩 真的要拿下來 蠻難的 不過又有個意外插曲 就是摔拍 那我們現在在講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新聞畫面 來看看 喬帥摔拍的某拳 前網球世界球王 喬科維奇氣到摔球拍 還把木製的網柱砍出了凹痕 到底是誰讓他這麼生氣 西班牙小蠻牛 艾卡拉茲 這一球終結喬科維奇 在溫布敦網球賽的四連吧 嗨到躺地板打滾 喬科維奇也收起憤怒 展現風度道賀 二十歲的艾卡拉茲 成為溫王史上 第三年輕的男單冠軍 也是他生涯的第二座大滿冠 贏得其實並不輕鬆 兩人纏鬥了四小時 四十二分鐘 站到第五盤才分出勝負 終結喬帥的溫王 三十四連勝霸拳 這是一個夢來的 我之前說的 當然是很棒 你正在這裡支持我 因為我 當我比你前面 只能贏兩次 我希望你會更多 感謝西班牙國王親自相挺 出身網球世家的艾卡拉茲 興奮的擁抱教練 正是前西班牙世界球王 費瑞羅 宛如完成世代交替 這是一個不同的故事 從這個年代 當然 恭喜 而喬克維奇本來還提起笑容 一講到場邊觀賽的兒子 眼淚躲框而出 喬克維奇輸給小自己十六歲的對手 網壇上演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歷史時刻 台灣好手謝時薇搭檔傑克老將史翠可娃 奪下溫王女雙冠軍 兩人評分2400多萬台幣的獎金 這也是謝時薇第四度溫王女雙豐厚 與第六座大滿冠 推銷送不到 好 那可以看到剛才畫面上 其實就是 呃 喬帥啊 這個什麼都好 那摔拍的這個次數 也是3G頭第一名啊 就是可能就是 62度摔爛球拍 那這球拍也不便宜 這樣摔爛的網路拍賣 可能也是一個好價錢 而且他這一摔也被罰了 6000英鎊 6000英鎊 那我們知道這一次 溫木登的冠軍獎金是 235萬英鎊 今年的溫木登獎金又創新高 235萬英鎊是多少台幣 9400萬台幣 哇 光是冠軍就已經快 得到快1億台幣的 這樣一個獎金 那Jokovic雖然是亞軍 但是也有將近5000萬台幣的獎金 所以摔個拍子被罰6000英鎊 沒關係啦 小case 不過真的 網球迷等了10年 都一直說要四代交替 但是 真的交了 四大賽的這個滿冠賽 始終被Big Street壟斷 那去年Roger Freire退休之後 今年Nadale蠻牛沒打 Jokovic今年的前面兩個大賽 都是以相當Dominate 主宰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拿下了冠軍 今年在這場決賽之前 大家很多人還是看好36歲的Jokovic 不過如果有看那場溫網南丹決賽 就知道 20歲的新鮮年輕的肉體 真的是沒話講 深蒙有力 Arcaras破掉了非常非常多的一個紀錄 而且他讓整個Jokovic在草地的34連勝中段 Jokovic現在要追平Roger Freire的八座溫網冠軍 這個紀錄也要再等一等 而且Jokovic將近超過10年的時間 沒有在中央球場 也就是溫布頓的一個冠軍球場輸球 那現在也在輸球了 Arcaras 20歲的西班牙小蠻牛 有一個紀錄可能這次新聞報導很少提到 他打大滿冠賽才打到第10次 就已經拿到兩個大滿冠賽冠軍了 去年他是拿下美網冠軍 生涯第一個 那今年的溫布頓是他第10次參加4大賽 已經拿下兩個冠軍 在他前面的有誰 比他厲害只有Nadale Nadale參加第9次大滿冠賽 拿了兩個冠軍 要知道菲德爾參加幾次 菲德爾參加了19場大滿冠賽之後 才拿下兩個冠軍 Jokovic更慢 Jokovic參加了25次的四大賽之後 才拿到兩個冠軍 所以你看 這個Carlos Akkwara 這個24小朋友 真的是真的不簡單 真的是可以期待 網球新生代的一個接班了 沒錯 那當然小蠻牛這個稱號 當然也是因為他同胞的好手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畫面上 剛才在新聞當中 也有介紹到我們的女霜 也就是謝淑薇又在溫王 哇 其實也不僅然 來拿第四度豐厚 那當然說 雙打沒有比單打來的亮眼 但是其實來看到整個的合作 跟比賽方式 其實謝淑薇在溫王 還有在法王 的確是打出了他個人的特色 要想想看 我們剛才講到36歲的 Jokovic出球 但是37歲的 謝淑薇能夠贏球 有啊 那可能說矚目程度不及單打 獎金不如單打 我們剛才講到獎金單打230萬英鎊 雙打的獎金只有60萬英鎊 而且還要兩個人分 還要兩個人分 不過你看到謝淑薇這樣 土卡 他跟Barbara Strykova這樣的一個搭檔 即2019年之後 第二度在溫王豐厚 也是他在溫布頓的第四個雙打冠軍 生涯第六座的大滿冠賽的雙打冠軍 而且這兩個人都是37歲 加起來74歲 創下了大滿冠賽雙打搭檔 加起來年紀最大的這樣的一個記錄 真的不容易 你要知道 他從4月25號謝淑薇才回到球場上 這短短其實圖卡上寫三個月 其實是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他連續的拿下了法王的女雙冠軍 還有溫布頓的女雙冠軍 讓他原本世界這個排名 從沒有排名 到現在溫布頓結束之後 變成了11名 那現在11名 那基本上他只要維持下去的話 在今年9月的最後一項美國網球公開賽 他就已經會是跟Strykova 是種子球員的地位了 真的說謝淑薇真的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不簡單 百搭天后 你不管跟21歲的王興宇搭 跟大陸的也可以搭 對 也可以拿下法王的冠軍 跟童年進的Strykova 已經講了 這是他的退休之旅 他幫他的搭檔圓夢 我覺得真的真的是非常的佩服謝淑薇 那最近就是說不打杭州亞運 沒有關係 但是他最近他的老公法國人 如果能夠代表台灣來打 巴黎奧運的話 明年我覺得這也是在 奧運的網球項目 可以蠻讓我們期待的 那再講到這一次的女單冠軍 可能受矚目的程度 受我們台灣球迷注視的程度 就沒有像男單或女雙這麼受矚目 不過這名24歲的 這個Ventosova 其實也是真的不容易 要知道去年 他因為手腕的一個傷勢 休息了整整半年 他今年寫下了一個史無前例的記錄 那就是網球進入到公開化 開放年代之後 第一個非種子球員能夠在 溫木頓拿下女單冠軍的球員 他的世界排名42名 那當然我們知道他過去在東京奧運 也是拿下過銀牌 那2019年的法國網球公開賽女單 他也殺進過決賽 不過他這一次一路殺 以非種子球員來 那一路連贏7場 那一路上淘汰掉了5位種子球員 最後拿下冠軍 我覺得是一個蠻讓人勵志的故事 沒錯 那在勵志的故事 我們球迷都非常喜歡看的 那再來關心到我們之前講到的 Maisy終於來到了美國 麥阿密影響力同樣水漲船高 對 講到了梅西 哇 他其實在台灣時間 明天7月22號 很有可能就會上演他在 整個麥阿密國際的這個處女秀 因為在整個MLS 美國職業大聯盟足球 他們有一個League Cup 也就是我們講聯賽杯也好 聯盟杯也好 他很有可能就會來代表 麥阿密國際來出賽 而且麥阿密國際 今年找來梅西之後非常有誠意 把他過去在巴塞隆納的隊友 Jody Alba這名左後衛 還有 Sergio Busquets這名後腰 過去巴塞的老隊友 現在全部都找來了 麥阿密國際了 我覺得對於Maisy來說 真的是非常非常理喻 你想想看 麥阿密國際給他的年薪 是6000萬美金的年薪 哎呦 這幾乎是等同Curry等級的 這樣一個年薪 而且稅金不一樣 抽稅不一樣 對啊 他當然可以去更高的一個球隊 如果去到中東 去跟C羅 去沙烏地阿拉伯球隊打球 他絕對是可以破億美金的 不過你想想看 麥阿密國際隊 這支2019年才成軍的一個球隊 背後的老闆是 David Beckham 貝克漢 可以給得起這樣的一個高薪 那我覺得星球季的這樣的一個MLS 我覺得這個是美國足球 繼上個世紀 他們找來了球王比利之後 沒錯 梅西真的是最大咖的球員了 沒錯 畢竟是剛拿下世界盃冠軍 也是阿根廷的頭號戰將 更是過去歐洲足壇的 頂尖一直的人物來到美國 也希望能夠替美國的足球 來有更多不同的新的風貌 那我們今天題題題 討論都非常的賽事 我們下週會持續有更多 更多精彩的內容 也謝謝雅吕哥 今天參與我們討論 謝謝雅吕哥 謝謝小蘭 謝謝大家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再會囉